女人我最大APP 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 我们入围了Google Play商店 2019最受欢迎应用程式 赶快下载女人我最大APP 投向你神圣的一票 女人我最大 感谢您 男人指点 美丽多一点 女人我最大爱了 快来测试 女人美得很 今天要去哪里肯 谁带我们去肯 Let's go 欢迎收看 女人美得很 我们是今天的狠角色 我是叶欣梅 我是凯蒂 Yeah 凯蒂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今天就是要来大改造 火蓝 没错 我跟你讲 妳的确需要被改造 不是我在讲 妳长得也算漂漂亮亮的 为什么每次出来 就感觉一点迷信 等等... 不是我 是你 要被改造 我要被改造 你要看你这身衣服 我先走了 等等啦 不是我要改造你 不是 你要有点说服力 你自己平常也是 你看你这样你要改造 所以我才带来这家店 因为听说这家店鱼店很厉害 具有时尚的品味 时尚的眼光跟时尚的态度 他知道你需要什么 真的吗 真的 为什么不早说了 只要不是被你改造谁我都OK 你赶快进去看看 不好意思喔 可以帮我朋友的你们介绍 你... 你... KAMON 老师 夜心眉海地 你们真的脸太大了 任何一个人看到我的脸 会认不出我是谁 可是会想说你怎么会出现在 这边 怎么会 我来巡店啦 你们两个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他有问题啦 我有 老师我们一双手机 那东西有点门才要穿单看 那衣服不行了 老师 这个 有女人味对不对 对 女人味 女人味吧 好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夜心眉 应该要有一些 夜心眉的女人味 对 像我就很有女人味了 你那个是游泳味吧 不是很像今年很流行 因为秋冬到了 会有一些比较就是比较内敛 低调的颜色 比如说深蓝色 咖啡色 棗红色 紫色 这些比较内敛低调的颜色 穿黑色然后很活泼 真的很怪 所以今天你们两个平常 其实都很习惯穿裤装 对 没错 但我今天想让你们两位 都穿裙装 换好衣服 我们先来看夜心眉 她搭配裙装的时候 放上了一件皮衣 这个很亮 很帅 而且我跟妳讲 她这个是小牛皮 比莫拉那个皮 非常的 像这样子的小牛皮 要做银色的这种上色 非常大 我配上的是一件 你看 它是闪光 有 你有看到 它是深蓝跟蓝紫色 蓝银紫色的这种 闪光的摆折裙 然后因为现在很流行运动风 所以它在腰头的地方 有一点点运动风织带的设计 再柔美一点 用深蓝色 配上粉嫩的色系的外套 现在配上深蓝色都很好看 对不对 对啊 我整个人都在发光 我没有骗你 是不是 巨星... 对 巨星 下次差点来 下次再改装就好了 对 下次 然后再换一个头发 喂 好 对啦 这个是需要 因为他们有跟我说 今天会来这边看到Kevin老师 你的有问题的朋友 其实他早就知道我在这里了 真的吗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就是... 因为他现在在挑战假人不动 可是我刚才已经抓到他动三次 我们来看一下他可以撑多久 这个太难了啦 好 来啦 万里... 其实我给凯蒂的搭配 就是用今年非常流行的这种 紫红的颜色 然后用这种丝的材质 散的材质的发光 然后配上一件这个铅笔裙 它前面是皮革 对 但它后面是弹性黏 真的耶 然后这种过细的铅笔裙 可以上丝直的上衣 因为它很单薄 所以我给了一件 环保的皮草背心要穿 如果你买的是 棗红色的下半身的话 你今年就可以用 波西米亚式的搭配方法 你看像波西米亚风里面 是不是有棗红这种深的颜色 还有点莫兰底的绿色 对 如果你认为这种 比較深的颜色 你会自己的膚色不好看的话 你看我可以挑选 布料上面有一点点反光 有一点点光泽 这样你会觉得自己不会很暗沉 对 今天真的很谢谢你带我来这里 真的 我们在新一区逛新光山院 有那么巧每次都会都好吃 对啊 因为我们穿着剪刀 对啊 不是 那是彩蛋 不是 说真的 我真的因为我很怕 我不会常常在店上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我有很专业的店员 可以为大家解决 就是搭配的问题 而且今天 重量已经开始了 没有 开快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你是活在哪里 那怎么办没有折扣了 是不是 不用担心 你到店上来 然后告诉我们的店员说 你是看了女人我最大来的观众 不管你 什么时候来 享有中元净孔等七折有鬼 七折 那我今天这一套可以去买 我先去结账 对 不行 对了 好 记得这里有七折要过来 好 女人美得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 拜拜 好 拜拜 今天现场要讨论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 那个明星偶像 对不对 可是这一些明星们私底下的生活 我们更是更是非常非常的 怎么讲 好奇 这些明星去哪里 然后跟谁去 去不同的地方 他们带一些什么东西 怎么样的装扮 我们都要学 我们都要知道 可是会不会又学歪了 因为我比较适合 比如说学林青霞或者是舒淇 这样的Style 比较适合 还是我学歪了 我学错了 我们就要请教老师了 不能乱学 因为他是明星 我们就跟着学 跟着用他的东西 不见得效果会好 是不啦 请教 又屈老师 大家好 我是又屈 Rain 老师 大家好 我是Rain Rain 又屈老师 西梅姐 大家好 你好 雨昕 你为什么每一次要介绍 你都忘了抬头要讲什么 我们是有个什么男军团 男团 美少 或者是影视歌三七巨星 这种都可以 OK 影视歌超级三七 超级三星 梁克群 刚咬字有些什么问题吗 这是一种口音 口音 是 今天都是常常出国 因为工作 或者是因为架太多 他们就照顾 架太多 是谁 哪一个架太多 有一个法色很奇怪的 他跟我讲 他一天一年四季都在国外玩 然后还把它写在脸书上 他这半年一年的出入境记录 是不是 能够我们护照十年有没有 他大概两年他就盖本了 你就知道我有多闲 我就是架太多时间很多 才往外出外 还是你有兼差伴友 你能看他也没有什么工作 就可以钱从哪里来 你一天到晚出国 这个绝对有问题 有问题 他是走国际路线 是 对 好啦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 是 我们来看一下 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这个是这样的 好恩爱 老婆为什么去冲绳 还穿得这么专业 是这样的 因为它这个是冲绳县政府 因为知道它是婚雇 他去工作 对 哪一个是你 里面没有我 因为我是摄影师 男生会这样拍孔子 很难 这个也是被踢出来的 应该上万张选去这四张 是 也没有 我跟你讲 我现在已经越拍越厉害了 你知道吗 因为一开始就是 你也知道 我就是一个人体脚架 我手机 一般我们就这样帮你拍 对不对 拍出来完全背 然后我再看我就说 怎么把我头切掉 还有这上面你要拍到后面 对 地盆流流 都是草原 就在大安森林公园拍就好了 我还来这边拍就好 对 她说头发 头发不要切掉 头发不是刹人也不讲 背光也不讲 脚要着地 你知道吗 脚要着地 你知道吗 脚要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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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都已经拉成这样在拍了 从头 对 从头骂到尾 你知道吗 这样子好了 你把荧幕向我 转向我 荧幕转向我 然后用自拍模式 自拍模式 对 对 再推一点 再推一点 然后镜头翹一点 镜头翹 没有 她是说往肚子倒一点 或者是这样扣一点 对 往下 对 往下 那这个是拍全身 对 如果是拍半身的话 她说拍半身就放在胸前 然后就这样子弄 对 我完全是被训练出来的 跟新美姐讲的一模一样 好像新美姐就尾随在我们后面 一直看着我被我老婆骂这样 我是一个影视歌三七巨星 每天被骂到臭头你知道吗 可是骂到最后我跟你讲 骂出心得来了 对 照片不太好看 很棒 很棒 有一张盖起来是怎样 盖起来这张 好可爱 好可爱 你看这样子我们就会觉得 哇 夫妻两个人这样 好爱 好好好令人羡慕 你干嘛那个臭脸 真的你们会这样想 对啊 而且你这样是加分的小楊哥 真的 加分了 就会讲说我们以后 将来要那个找的摄影师 就是小楊哥 对 不是 要嫁的老公 要找这样子 这么有耐心 会帮太太或另一半拍照的 对 这么有耐心 而且你眼中对她有爱你 拍出来的就是非常不一样 对 而且你不觉得这整张照片里面 就我穿的最冲绳风吗 对啊 对不对 应该啦 可是也没有人理我 你还去算了 就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张拍得最好 这张 最自然 对 所以说我以后都要以背面示 对 背面好看 背面真是好看 背面好看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是 厉害啦 这棋惠要带我们去美国 厉害啦 这干嘛 这干嘛 我老公拍的 那写真 好好看 我老公拍的 他的相机很厉害 怎么到贏了 用那个iPhone拍的 可是说 宥峻老师 不要乱讲 她会看 宥峻老师很会 她会看 宥峻老师 狮子就输人不输证 宥峻老婆很会拍 真的喔 都帮宥峻老师拍 真的 也是被老师训练 就是拍这一套 她刚从何欢山下来这一套吗 不输啦 没有 真的 我老婆也是被我训练出来 训练的 对啊 可是说实在的构图 你就会觉得有没有 就是很温暖 对 相当的怪我啦 但是没有 因为我们这一张是在介绍教堂 然后她这个师拍 个人照 当然有一些特写的部分 我懂你的明白 是 这其实大安森林公园就可以拍 也可以拍 不要说大安森林公园 前面玉城公园也可以拍 对 还有那个整地公庙那里 全面也可以拍 就有这样一张一张的花 是 可是你看 老公拍的就是不一样 其实我平常我在台湾 我其实是一个我觉得 我还蛮土的 就我还蛮怂的 就是我不太会去 想要有太多的心思去打扮 我就觉得反正就是 简单穿轻松算就好了 但是想说难得可以去趟 去趟美国旧金山 这么fashion的地方 然后我就想说 我特别喜欢丹宁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用丹宁的方式 然后可能一条这种 简单的喇叭裤 然后白球鞋跟 因为我身旁有一个很爱丹宁的 好朋友就是黄笑柔 然后他这一件就是他送我的 然后可能再配个这种 因为他们的那个太阳很大 然后可能再配个这个 然后如果没有帽子的话 再配个墨镜就很简单这样子 帽子好找吗 因为我不好找 对 帽子啊 帽子很好找 他头很小 因为他头太大 真的你戴不下去 你要戴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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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一套可以變兩套 還是 我覺得我可以讓它的單品 有很多豐富的層次 好的 那就請會交給你了 好 謝謝老師 接著下來我們歡迎 中間有J卡皮箱 J卡皮箱的主人是誰 他要帶我們去哪裡 一般皮箱出來 是要表演縮骨功 縮骨功 縮骨功有一個女生 對 那個人就站住 不是啦 不是這樣子 J卡皮箱聽說 只有一樣元素 他就要一卡皮箱了 譬如說 屍體 不是啦 一個元素 譬如說牛仔褲 這一卡皮箱都是牛仔褲 另外一個可能都是襯衫 另外一卡可能都是私密衣物 不是 這樣海關打開 會以為妳是在做代購 沒有 這種明星有這種病 來 可是新明姐 再不打開的話 裡面的人臉色發脂 真的有人 主人 樹林 來 來收一下 我有收斂好不好 但是如果打 收斂 對 打開我的皮箱會覺得說 這個人是瘋狂的 對 你知道就是很簡單 我這次算真的是已經 簡單了 很簡單 而且我 我每一個都戴得很有 很不同Style 對 你看有那種過年過節的 我忍不住要那個 快套 對 你看 因為我們要出去 聖誕節 過年 這個我幫妳披 你比較好接受 對 這很佔空間 對 可是一定要妳來一下 快點 這一件比較大件 披著 披著 我剛剛還笑又群老師很熱 然後我現在才在那邊 好好看 是不是很好看 好適合這個影視歌巨星 對 我覺得好好看 影視歌三區巨星 而且很襯膚色 完全不像攝影師了 對 你看 你看你這個顏色 就顯得臉蠟黃 然後你看紅色 是不是又比較白 顯白 對 真的 你好適合紅色 那怎麼好意思這一件 現金拿來 我收卡沒關係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衣服很佔空間 對 但是它還是要戴 那我也要批一下 是 它也要戴 因為我覺得很好看 這件 為什麼我會戴這麼厚 我要先講一下 因為我裡面通常都穿得很簡單 就是比如說 可能T恤或是什麼 然後就外面我一定要 一件很誇張的 對 一件很誇張的這種外套 然後另外一件也是很誇張 這個就是比如說你 笑 你看 想幹嘛 要幹嘛 你要幹嘛 長板耍褲 你看 比如說今天你就是 純妝風 對 有沒有 就比如說我們去逛街 然後想要 凱旋門很適 對啊 我們只是去買電器 好 去買藥妝 還是買藥妝要閱兵 可以去 你看 不是啊 你看如果我們這邊 這裡又有一件閱兵 這不一樣 這個是平街的 我們元素都不一樣 你看這個是拼皮的 寫構式的 來 對 很少人出國會戴這麼多件大衣 對 而且拍照很好拍 就比較有氣勢 一般都是戴一件 兩件 這種大外套 因為它會更空間 對不對 可是你就是笑的 可是你不覺得我這樣子 就是你知道整個 好像你戴了 就是省了很多 有沒有 這件 是不一樣味道 對啊 不一樣味道 好的 這件很厲害 如果不小心晚上 不小心出去喝一杯的話 喝一杯 我就不能穿裙裝 不行 晚上出去喝了一杯要穿這種 好動手 好動手 你真的有點像那個 鳳桑的那個套子有沒有 很防風 沒有 晚上出去喝一杯 沒這麼好 對不起 有沒有 你看晚上出去喝一杯 對 有飄逸的感覺有沒有 是…有… 對啊 外套還沒講完 還有外套 好… 這一間就是比較 這一間是逛街用的 又來… 也可以穿軍裝逛街 不行 逛街一定要這種舒服 舒服的那種 輕鬆一點 軟軟 這種是逛街的 對 然後突然 突然怎麼了 太冷 對 太冷 它還可以搭一點 有一點風 一陣怪風過來 對 一陣神風 然後突然 蕭毛毛雨了 突然 對 要設定好多情境 對 蕭毛毛雨了 要先自己寫好情境 突然不時覺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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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突然 厲害 我覺得樹齡很聰明 它每一件都不一樣 對 不一樣 它這樣又可以拍照的時候 感覺好多套 對 老師 剛剛看了 樹齡的這個皮箱 我很想要看看 你為了樹齡準備了什麼外套 在它的衣櫥裡面 好的 還有更厲害的外套嗎 來看看佑群老師的衣� 這是外套嗎 老師 你可以解釋它是披肩 也是外套 也是圍巾 因為我覺得今天 除了講就是外套之外 有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旅行對不對 對 旅行的話 因為有這個行李 像空間的關係 還有重量的關係 所以我其實蠻推薦 就是像類似 我給樹齡身上這一種 可是它看起來面料 其實是比較輕薄 然後比較容易變形 比較容易折疊 對 可是 收納很方便 可是它本身又是一個 很保暖的東西 然後很有型 對 很有型 所以像今天我給它這一件 是這個 大家都知道這個很知名的品牌 它在2020的早春 是沿用了一個北非的風格 所以上面會有很多這些都是 他們跟北非當地的藝術家 去做合作聯名 然後上面有 在其他的這個織物上面 有很多用北非傳統工藝的蠟燃 其實今年很多這樣的一個圖騰 像欣美姊穿上的這種洋裝 像這樣子比較單色系 然後有很多 類似我們中國青花池的那種風格的 其實是這一兩年 時尚界很重要的主流 所以其實樹齡這一件 如果說你在飛機上很冷的時候 甚至也可以當被子 對 或者是當一個大的披肩圍巾也可以 除了這一種 如果樹齡想要稍微華麗一點 其實今年金屬色很流行 你看像這樣子 樹齡要試試看 這個我想來幫 這個他會喜歡 這個也是我的菜 因為我發現樹齡在穿著上 它如果冬天外面大衣的時候 它裡面其實會滿簡單的 對 很簡單 所以我覺得就可以 這個很好 很衝突 你要就是去先做功課 你去的城市它室內 喜不習慣開暖氣 對 所以我們裡面要穿越薄越好 其實應該是說 外厚內薄這樣的穿法 你自己可以節省行李箱的空間 然後你又穿起來比較有型 因為洋蔥穿法 有時候看起來會顯胖 另外像 今年有很多這種 比較低調型的這種 土色系或大地色系的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適合樹齡 像這一款的話 對 這個你可以試試看 這顏色就是很溫暖 對 今年很流行像這樣子 有點焦糖的顏色 像這一個的話 我就會建議 我給它甚至來一個 很簡單的圍巾 這個跟剛剛那個 樹齡開始穿的 那個毯子的品牌 是同一個 很有名的法國品牌 他們就是用很多北非的風格 像這樣子 你就簡單的 幫樹齡這樣子 做一個很簡單的微薄 像這樣子垂墜下來 然後我利用同一個顏色的延伸 同一個顏色的延伸 你就會覺得說 它穿起來是比較有那種帥氣 什麼叫同一個顏色 因為這個上面是焦糖色 大地色系 大家有發現到 這裡面是不是有一個 同一個色系 對 所以它印花 這個 對 所以它的印花 雖然很繁複 但是不會看起來太誇張 就是說我們在搭配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概念是 你要找身上的顏色裡面 最大面積的那個顏色 跟裡面是不是延伸的顏色 同一個色階 它可以有一些明度 或者是飽和度的高低 但是是同一個色階的 然後搭配起來就會比較 看起來比較順 不會很奇怪 那當然我自己 有一款我也滿喜歡的是這個 這個我想給樹齡試試看 好 這個有點舒服的感覺 威爾斯親王的大格紋 然後抽鬚 全家人都可以穿 然後背面 對 背面是非常亮麗的孔雀藍 而且這個披上去也很好看 曹先生也很好看 然後這個 你看我再給它一個 而且跟你剛剛披香的那幾件 完全不一樣 不是 我就少一件這種寬的 所以呢 你再試一個同色系 像墨鏡戴上去 哇塞 整個不一樣 而且等一下交叉這個編法是 如果我們下海一整天 完全都不會壞掉的化形 對 這很適合海島 你那意思說 頭一直在上面那種人 沒有 就如果你下去 抬頭 有一種人 有眼頭都可以在上面 美鳳姐超厲害 而且美鳳姐 妝髮都是好 對 然後那個臉是乾的 戴上墨鏡 然後這個還SETTLE好 它就是頭都一直在上面這樣子 所以臉都是乾的嗎 乾的 這很厲害 接著下來 非常專業的伴遊小姐 要到底哪裡呢 映竹 不是伴遊 好 我先講 因為像素零媽咪 她可能是去像歐洲這種地方 會戴很多厚重的外套 但是像我個人的話 是我非常喜歡東南亞 因為我覺得東南亞 就是對我們那種小資女 你可能就是 你沒有伴遊 你自己賺錢很辛苦的 我覺得CP數很高 應該是 她興趣是不習慣 穿太厚 太多衣服 不是 所以她就是去選擇的城市 都是比較 你用穿衣服的 不是 其實是因為我很喜歡海島 你家 我很喜歡海邊 所以就是像我去東南亞 東西其實就是 不用戴那麼厚重 因為東南亞你看就是你去 一定會去海邊 好性感 對 因為你一定要海邊 所以就是這樣 像蘇里媽咪她會戴很多不同的外套 但是我會戴很多比基尼 因為你每一天都會去海邊 你每一天都可以穿不同的比基尼 對 然後像越南的話 就是你可以去一些古鎮 就是一個古城 就是會 然後像我就是很喜歡這種長洋裝 因為我覺得長洋裝就是很方便 就是你度假風格這樣子 然後後面就是 這算你布料最多的一件衣服 我會覺得算偏多 偏多 對 就是我去東南亞的國家 很喜歡長洋裝 一件是one piece 然後帶很多的不同的比基尼 去做變化這樣子 然後拍照的話 路上的話你就可以選 比較有懷舊風情的 或是一些教堂 一些觀光景點來拍這樣子 好 然後像我的彩妝部分 因為像去東南亞國家一定是 因為就是日曬的時間很長 然後像我就是會很注重防曬 是因為我的皮膚是曬了之後 會曬傷的那一種 只要不防曬 就會整個脫皮 你這樣灼傷 誰不會 沒有 有些人會直接曬黑 有些人會被你黑 他不太會脫皮到紅成這樣 但因為我會燙傷 所以我就是一定要 身體跟臉分開 然後一定就是要有基本款 一定要有四罐 防曬隔離 對 就是像臉部的防曬乳50 然後擦完之後 我一定還要再噴上噴霧 就讓它有一個保護的感覺 然後身體一樣一定也是要兩罐 就是要分別 就是身體的那個防曬乳 跟防曬噴霧 然後就是所有的那個 就是彩妝品都要防水 這樣你下水完的時候 對 才不會就是整個就是妝花 還是要拍出美照 上來會嚇到人 對 因為你要拍照 所以你還是要有防水的東西 就是這樣 沒錯 可以嗎 老師 三位老師 宥群老師你認為呢 我覺得好像有點複雜 複雜嗎 太多關係 哪裡 她是不是敬業的 因為工作 所以她必須你知道 妳說的複雜是她的用品 還是她的生活 對 妳說什麼 我生活很單純 層次上如果去玩的話 那麼多的話 會不會覺得很麻煩 那妳自己去玩 還不是戴那麼多泡衣 對 而且我的東西 其實很輕便 因為她一整件 對啊 她身材那麼好 然後我頭髮 就是因為我很懶得弄頭髮的人 所以我都會戴帽子 對 我會戴很多草帽 對 因為出國 我自己懶得戴一些電棒什麼的 然後所以我就會戴著帽子 而且感覺去熱帶國家 戴電棒好像沒有用 對 沒有用 馬上就塌掉 對 所以我最喜歡的就是戴帽子 這樣子 那怎麼辦呢 如果去這樣的城市 Rayan老師你認為 因為定竹照片很漂亮 頭髮好像稍嫌無聊 因為都直的 對啊 那其實 你都有帽子 換換帽子 對 可是就算出國其實選用 一些對的工具 然後你一些小小的技巧 其實也可以打理出適合海島 適合出國 真的 簡易的髮型 非常期待 來 試試看 好 而且其實大家出國通常應該 怎麼了 很少帶電棒離自家這種 對 應該不太會帶 不會 如果有的電壓還有問題 對 她一插上去 爆炸 整個飯店樓層停電 我跟大家推薦一個 如果你真的要帶的話 是 帶這種輕巧型 它就是電棒離子夾兩用 它有分什麼110 什麼200 沒有 它就是統一一個電壓 它大概控制在200左右 對 然後它就是 醬汁電棒 然後打開 變平板 變離子夾 兩用的 對 而且它很輕 然後導入又快 所以非常符合大家出國 可能很早起床 然後又要用頭髮的這個時間 我今天教大家一個簡單的小技巧 其實我們如果用電棒 就是做個打底 對 讓頭髮稍微有一點點捲度 主要我們是做一個 適合海島的邊法 對 要用捲的 對 用捲的 而且是大把的 就枕頭大概分個四區就好 前面兩區跟後面兩區 好 來 可是如果大家真的沒有電棒 這種兩用型的 輕巧型的 其實你在前一天晚上 你編個辮子睡覺 隔天早上你再做編髮也OK 對 因為其實捲度只是為了要讓它 在我們做髮型的時候 有一點厚度跟線條 那方向的話就是 其實都OK 只要讓頭髮有點捲度就好了 你現在是用捲的 對 用捲的這個 是用它的電棒的功能 對 很捲 對 它滿捲的 其實這種輕巧型 反而有時候捲起來 真的捲度很適合 而且我頭髮那麼厚 它還反彎那麼厚 因為小梁哥就是要很快 而且等一下教大家這個編法是 如果我們下海一整天 對 就很適合海島 你在說頭一直在上面那種人 沒有 就如果你下去突然 抬頭 有一種人 有頭都可以在上面 美鳳姐超厲害 而且美鳳姐 妝髮都是好的 對 然後臉是乾的 太帶墨鏡 然後這個還設定好 它就是頭都一直在上面這樣子 所以臉都是乾的嗎 乾的 這很厲害 夾一點點 弧度跟線條 也是彎的 對 其實這時候 如果你是用這種兩用的話 你也可以 把離脊牙的地方拔開 對 直接做彎度也OK 因為其實這樣的面板 是滿適合用夾 夾在這種細節的地方 然後兩側的地方一樣 因為它的胖度剛好 對 它的寬度也不會太快 好 因為海島其實建議大家 因為如果你有瀏海 基本上風吹 或是你下水起來 一下就亂掉了 很可怕 還有那個噴霧 對 基本上我會建議到海島的話 或是你出國 那我們就瀏海把它往上輸了 對 盡量不要去遮蓋到額頭 你也不用擔心它 很常會亂掉被拆的問題 首先我們先把瀏海 把寄這一區的頭髮 單獨的拉起來 拉一小區之後 我們就把這一區的頭髮 再分成兩半 分兩半 對 然後我們就 只有一個方向 然後就往後捲 對 向後扭轉 這樣往 轉一圈之後 下面這一區的頭髮 再抓 再拉起來 再加進去 對 都是這個方向而已 所以這個技巧 其實大家很好操作 很好 這一束頭髮再轉 轉完之後就扭一下就好了 轉完輕輕的扭一下 大家記得這個動作的時候 因為我們等一下橡皮筋固定 所以一定要緊 然後我們就沿著耳側 到髮際線的地方 整個做一個扭轉 都用橡皮筋了 對 都用橡皮筋 它這個髮型是不用任何毛夾 就是大概兩根橡皮筋就可以了 大概是這種 很緊 很緊 先不管我們的緊度 因為等一下鬆度 我們等一下再來調柔軟 對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用一個小的橡皮筋 直接在尾巴這一段 直接做固定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先把 因為如果裡面有夾子 就先把夾子固定起來 如果沒有的話 弄在肩膽 弄在肩膽 固定在這裡 先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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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 好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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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它有這個勾用 所以真的要穿有肩袋的 真的要 真的要有肩袋 然後這一順 盡量不要穿平衡 也是一樣 都從髮際這邊 也是這樣扭 對 一樣 只要從瀏海開始 往後扭轉髮術 超Easy就能完成基礎的編法 然後這樣兩個 兩側都編完 就其實看似很複雜 其實它都是這樣的方式 都是用扭的 對 扭完之後 我們就把剛剛的這一束頭髮 直接也聚集起來 然後我們做一個三骨 所以這個髮型是兩側都是兩骨 後面就是一個三骨 這時候就直接做一個辮子 好 那我不可以用那個嗎 漂亮一點的鯊魚夾 把它夾上去嗎 也可以 只是我會建議 因為我們這邊的辮子是很立體 所以一定要連接到尾巴 對 這樣子弧度拍照起來 會比較漂亮 明白 這邊就是很簡單的三骨而已 對 讓它的辮子 是桿子連接下來的 好 然後最後我們一樣用一個 小橡皮筋固定 那因為我個人是覺得在海島 我們編法不要編得這麼整齊 對 所以最後其實你都把它 固定完了之後 這個動作很重要 把它抽鬆 剛剛的辮子的地方 全部把它拉鬆 可是已經編很緊 要再拉鬆 所以就輕輕的 然後拉一點點的髮絲 一小撮一小撮 對 一小撮一小撮的拉 然後特別是尾巴的這個地方 輕輕的把它抽鬆 對 用食指跟拇指 去把髮絲的上端 輕輕的拉起來 這樣辮子的感覺是好像 沒有這麼刻意 然後是有點線條感跟空間感 因為這種編法 就算你要戴大洋帽 也很適合 你可以把它擺一邊 這種感覺把它擺一邊 然後你覺得這邊 如果看正面有一點太凸的話 你就稍微把它拉過來 用一根毛夾 把它固定起來 原來如此 這時候 如果你還是想要用電棒 稍微做一下表面的話 我們就一樣把邊邊的 曲鬚 把它撥出來 撥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剛剛的電棒 然後稍微再把兩側的地方 夾一點點弧度跟線條 也是彎的 對 其實這時候 如果你是用這種兩用的話 你也可以把離子夾的地方打開 對 直接做彎度也OK 因為其實這樣的面板 是滿適合用夾 夾在這種細節的地方 然後兩側的地方一樣 因為它的胖度剛好 對 它的寬度也不會太寬 小海毛拉起來 對 方向都是往內卷 夾的時候輕輕的 每一個的臉型都往內卷 對 因為海毛的地方 基本上建議就是 有點髮絲包在臉的周圍 所以建議都是往內 好 因為其實側面有一點點彎度 就會看起來更柔和一點 看起來更浪漫 好 好看 完成 也太美了吧 超像Elsa的 女神般的浪漫編法 絕對稱霸整個海邊 整張臉就是 只要這個彩盤就可以畫畫 只要戴一盤就好了 所以它在上面 還幫你註明了它的名字 譬如說 像這邊 它就是可以當你畫眉毛 它就幫你寫了一個眉毛 對 然後這邊它是眼影 眼影 然後這是腮紅 口紅 然後還有那個腮紅膏跟唇膏 然後這邊可以當眼線 如果你打算去的這個城市 它非常的時髦 你就不要客氣了 可是要怎麼樣打扮 會剛剛好 也不要你知道太囂張 對 惹來麻煩 來 看一下 齊惠 好可愛 這很年輕的感覺 對 我覺得我還是給齊惠 保留她原本的個性 因為她原本的單寧 對 因為她比較喜歡輕鬆的感覺 然後比較帥氣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說 她喜歡單寧色 同樣是冷色系 我就用冷色系為主題 把它做上下的這個 全部都有藍色在裡面 可是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因為齊惠平常都穿那個 褲裝比較多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你既然到國外有時候 也許可以試試看裙裝 裙裝看起來 她的感覺就更小女人 因為齊惠自己的整個身型 體態都維持得非常好 所以我先講上半身的部分好了 就是秋冬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說真的非常冷 也許一個針織衫 你看齊惠自己也有穿 對不對 中間那個 是 今年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字 就是不對稱剪裁 所以我給她選的這個 來自加拿大的品牌 大家有看到 它右邊三分之一的部分 是橫條紋 再加上很多的抽 對 就是抽須的概念 然後我就把這一塊 把它稍微扎在這個裙子裡面 把腰身做出來 另外一邊把它放鬆一點點 再來就是在裙裝的部分 我講說今天有很多的解構主義 所以這一條裙子比較好玩的是 這個地方其實它有一個活動式的拉列 所以它會因為這個拉列 讓它的這個裙子 做一點點小小的變形 然後你就可以穿出不同的層次 因為它如果完全 吃越飽它會越開 如果它完全扣 吃之前跟之後 因為它如果完全扣起來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比較規矩的 在右邊 規矩的擺摺裙 對 它如果放下來 然後吃到很飽 插進一條座邊 然後它如果這是全扣的狀態 對 這全扣 這全扣就很規矩的一個學生 學生風格的擺摺裙 然後這個裙子 它的摺子本來就有用了很多 不同的這個平接印花 所以非常的漂亮 你看有一種黑白的 然後中間有這個幾何藍綠的 然後旁邊這個 其實會喜歡的水藍色 對 然後我們吃飽一點的時候 把它拉開來 它就會變成一個垂墜 垂墜 然後垂墜以後它的裏布 會呈現不同的顏色 對 所以看起來你會覺得 它好像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四種不同的Pattern在上面去做變化 就變得非常的豐富 所以在接派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我好多變化 然後我會讓那個配件 包包的部分 因為去旅行 我覺得隨身有一個小包包 其實滿重要的 所以可能放手機 或放一些比較重要的 護照 對 航頭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用我們的這個 比較大的公式包包的概念 去做一個 放你其他的日常用品 比方說它在冷一點的時候 也許可以搭配一個短外套 直接披上去 你看 像這件外套 也很漂亮 直接拚接 是拚接 它也是拚接的 它就一件而已 所以你看 它上面有這個千鳥格紋 對不對 然後這邊還有皮革拚接 然後背面的部分 還有這個均綠色的毛泥鹽菜 對 所以今天有很多這樣的一個玩法 用顏色的色塊拼接 加上不對稱剪材 整體路可率性又時尚 怎麼拍怎麼美 接著下來 要帶我們去哪裡呢 這個城市 很多人 一輩子一定要去過100次 對 100次 東京 來 萱琳 因為東京是大家都一定會去的地方 然後東京它很特別的是 它每個就是區域 它們其實街景 它們的文化風格都會不一樣 我個人就是在東京的話 我比較喜歡穿一些可能 普通在台北不會嘗試 比較誇張顏色的衣服 然後去搭配街景 然後就可以跳出來 但是我個人是比較爛的畫眼妝 所以我會準備的是比較多的 不管白天晚上妳都戴墨鏡 對 我會準備一個墨鏡 好招 拿起來用 因為也看不到這樣 對 然後我這邊就是想要介紹 這個是我最近剛入手 因為這一支它雖然不是墨鏡 但它在機場的時候 如果素顏 它可以把我的眉毛當起來 就是它看不出來就是 妳有沒有化妝 看起來氣色不會太差 所以Vincent老師就可以 有什麼畫要叮嚀她 不用 對 然後其他支的話就是 都是墨鏡 對 都拿來搭配 就是因為為了要遮素顏 所以妳就幫她畫一個框吧 沒有啦 因為像我自己出國的話 我也是很懶得就是打扮自己 對 尤其是去度假 對 而且像我常出國 都會跟我朋友吵架 就是因為我跟小凱化妝 這麼難相處 畫太久 對 因為每次我跟小凱 不是墨還久 真的 你們去度假 還是去工作 去旅遊 那去度假 對 就像我們上次那一團一樣 去度假 對 然後你們兩個各畫 你們自己的妝畫很久 對 然後畫到就是 我的好朋友他們都出去玩了 只剩下我跟小凱這個飯店還在畫 你們還在畫 所以其實旅遊真的是 越簡單越好 對 所以我今天就帶來了一個彩妝 就是可以很方便 讓妳旅遊的時候可以攜帶 因為這個品牌 它本身的化妝師 它是一個日本人 然後它就是 鏡子又大 對 然後它就是它本身的話 它常常旅居在紐約 然後它就是來回在紐約跟東京之間 所以它在攜帶化妝品上面 它有自己的一個見解 所以它就研發出了這個彩盤 就是它可以讓妳一整張臉 就是只要這個彩盤就可以畫 只要帶一盤就好了 所以它在上面還幫妳 註明了它的名字 比如說 像這邊它就是可以當妳畫眉毛 它就幫妳寫了一個眉毛 妳就寫好了 對 然後這邊它是眼影 眼影 然後這是腮紅 口紅 然後還有腮紅膏跟唇膏 然後這邊可以當眼線 對 我們就幫她軒齡 來幫她示範這個彩盤 這個很適合懶人 一盤搞定 好 然後像軒齡的話 她自己本身的話 很喜歡戴墨鏡 對 戴墨鏡的話 畫彩妝有一個重點 就是因為 妳不愛畫眼妝 然後妳墨鏡一戴上去 妳看到的就是妳的嘴唇 所以妳的嘴唇 一定要有一點顏色 這樣子妳戴墨鏡看起來 才不會感覺好像嘴唇很蒼白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畫這個旅遊妝的時候 我們就先從她的嘴唇開始畫 直接用手就可以了 對 它也沒有任何工具放在裡面 對 對 因為它設計成這個彩盤 它就是可以直接讓妳用手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這樣子有一點唇色了 它其實這樣子戴墨鏡拍照就會很好看 我們接下來幫它加一點腮紅 然後慢慢加 這樣子妳的腮紅就不會太重 可是他們這些美亞拍照都很喜歡 很曝 加它濾鏡 然後就是很白 是不是要重一點的妝 對 就是 如果說妳本身的話 妳喜歡用眉圖鏽鏡 還是說加一些濾鏡的話 妳的化妝可能就 其實他們美亞都知道吧 都知道要畫很重 對 就是拍照妝 美圖鏽鏽裡面就有自動化妝吧 這樣很方便 很方便 就是素顏它可以幫妳化好 然後我們就是慢慢的把它 加上它的眼妝 這樣子妳的妝就不會太濃 所以我們剛剛畫完腮紅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幫它 加一點點眼影 加眼影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從這個 咖啡色開始 然後沿著妳的 睫毛根部慢慢的往上暈染 然後妳下筆的時候 就是在睫毛的最根部 這樣子妳結塊 就不會太明顯 然後剩下來的魚粉 再慢慢的往上暈上去 就會有一個很漂亮的 一個咖啡色 然後這邊也一樣 一個測就搞定了 對 就是 因為妳的下筆在底下 它就比較不會結塊 所以妳就左右的藍尾往上暈染 好 然後完之後 我們再用它上面的這個 兩個眉粉的地方 再幫它畫一點點眉粉 因為有時候戴墨鏡 妳的那個墨鏡 有可能不會蓋到妳的眉毛 然後妳的眉毛的地方 還是要稍微的 幫它上一點點眉粉 然後畫眉毛的時候 就是先從妳的眉毛最尾端 就是靠近眉峰的地方下筆 然後剩下來的餘粉 再慢慢的往前面做圓量 好 就這樣子 就可以完成了一個很簡單 然後很快速的一個旅遊的妝容 很簡單 也太簡單了 一盒彩盤不用工具 只要用手 就能搞定完整妝容 出國有這一盤就夠了 好的 今天大師們介紹的商品 在哪裡買 下載你們我的最大APP就知道了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小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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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